阿姨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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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Karen Karen是日文 不是英文 之所以用這個名字是因為當初我開始在玩BBS的時候 那我不想取一個就是什麼Thomas1234後面有數字的ID 所以用一個日文就不會有人跟我搶 那他是灌籃高手的劉川楓的意思 跟松島沒有什麼關係 好 我本名叫戴智陽 我現在還是有在幫PTT 就是我還是站長 還有在做一些事情 那PTT的水球是我個人的發明 待會兒會介紹到這部分 那我曾經在KKBOX的創始團隊 就開始我的個人的創業的歷程 那我前一個工作是在Reach擔任技術長 那目前在Yahoo美國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 還有關於Query Linguistics相關的分析 那在開始之前我想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就是在座有多少人是資訊相關的背景 可以舉個手嗎 燈有點亮 我看一下 OK 大概有一半左右 是嗎 超過一半 那有多少人是就是知道駭客是什麼的 或是你自己覺得自己是駭客 大家都這麼客氣 OK 那提到駭客呢 我想 不知道大家在你腦中 一開始會 會閃出來的念頭是什麼 它是很神秘嗎 很 很宅 還是很厲害呢 我想 簡單介紹幾個 典型的駭客給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是 這螢幕解析度有點差 OK G-Hot我想 應該大部分人都認識吧 就是全世界最知名的駭客 因為他還被Sony告了 那因為他破了Sony的系統 還有iPhone 那他在世界各地參加 像類似Catch the Flag這種比賽 總是一人戰隊 而通常沒有人贏得過他 那當然講了國外的駭客 也要介紹一下我們國內的 就是駭客年會的好幾屆的主席 Alan 李倫全 他近年來常常帶隊去參加 包括在中國啊 韓國啊 上禮拜才剛在Boston 贏得了在Boston那邊的一個 駭客比賽的亞軍 那取得了接下來在 拉斯維加斯的DevCom的參賽資格 那這已經是 就是駭客這個領域的那個聖堂 所以這也算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那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就是 Nio 這不用介紹了 OK 所以我今天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簡單的說我是來駭駭客的 什麼叫駭駭客 就是把駭客剖開來給大家看 就是告訴大家什麼是駭客 所以我保證就是 以下的內容我都沒有徵詢過當事人的同意 因為我是一個駭客 所以不管是你想當駭客 或者是你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駭客 或者你對駭客有所好奇 我想接下來的內容應該可以給大家一些idea 那首先呢 我用這個We Hack Worlds這個主題 因為世界不只一個 那我們害的並不是只是在所謂的虛擬世界 就是Cyberworld裡面 事實上這個想像空間是非常大的 那這個idea這個slogan來自於 大概一九八幾年吧 那時候我還在念國中 有一個公司叫做Origin 它後來被那個美商議店給併購了 那當時它有一個非常出名的遊戲叫做創世紀 它總共出到10代吧 後面我沒有玩 但我從創世紀四代玩到七代 那這張是創世紀七代的佈置地圖 那時候我剛接觸電腦前 中文系統還不是很普及 那這是一個非常突破當時的大家對RPG的遊戲的認知的一個遊戲 因為他們做一個創新叫做 它把每一個NPC的作息都做得跟真人一樣 就是它會需要睡覺 需要去吃飯 那如果你再錯了時間去找它 基本上找不到它這個人 所以他們想 之所以用We create world's這個slogan 就是它想要創造一個跟現實社會和現實世界 類似的世界 那這個遊戲甚至把道德系統都做進去 你在裡面隨便亂殺人 那旁邊人就會開始討厭你 甚至會被警察抓走 那這也是遊戲劇情的一部分 那我當時因為一個國中生嘛 我沒有很多時間可以玩RPG 你知道RPG要練功打怪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的資訊也不是很豐富 就是管道沒有很 不像現在有Internet或是上網Google一下就好了 我們都得去訂什麼精訊資訊啊 軟體世界這些雜誌 那上面會有一些攻略 或大家的破解的分享 於是我自己呢 我用一個工具叫PC Tools 我把創新五代的資料檔給打開來 我發現在蠻前面的地方我就看到五個英文字 K-A-E-D-E-A 那不是我的帳號嗎 那後面呢就一大串的那種十六進位數字 所以我有曉得當時哪裡來的耐性 我就開始一個byte一個byte的改 就是改完之後存檔 離開進入遊戲看有什麼差別 沒有再跳出來再改下一個byte 再反覆這個流程 於是我就寫了一整篇的就是 創新五代的存檔的修改的攻略 不過後來我沒有把那一篇的那個攻略投稿出去 因為我發現這樣下去這個遊戲就不用玩了 那後來呢我開始接觸到組合語言以及所謂的常駐程式 這個是大家可能沒有經歷過就是DOS的時代 那它有所謂的real mode 所以你在real mode你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你可以下一些break point 或者是去修改DOS的內建的服務程式 那當時有一些磁片的保護它是利用 就是你磁片上面用雷射燒一個孔 或者是怎麼樣它的格式上面讓它是一個illegal的結構 那防止一般人用磁片拷貝的方式就複製遊戲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保護機制 你可以藉由去攔截特定的DOS中段程式 然後去 一的你是直接搜尋到那一段程式碼 是機器碼 搜尋到那段機器碼之後直接把它改掉 或者是 就是可以用額外的方式去攔截它 比方說把DOS中段程式的位置指向到別的方向 那那一段是你自己的code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bypass掉 那 TSR就是所謂的記憶體常駐程式 我想老一輩可能有聽過像熊中 曾經有一位大神他發明了一個叫做 Gamebuster的軟體 那它就是常駐在記憶體裡面 當你遊戲玩到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中斷它 然後叫出它的視窗之後 輸入比方說你現在的金錢的數值 那它就會把那個數值在記憶體裡面 所存在的位置掃一次之後記起來 之後呢你再跳出來再玩兩分鐘 那錢的數值如果變動了 然後再重新把原本的那些記憶技術的那些位置 再重新搜尋一次看看哪一些數值跟著變動 那你就可以找到那個記憶體的空間的值 那你就可以動態去把那個值給改掉 OK 所以這是我大概國中的時候玩的一些東西 那後來我就開始去主動去日本去進口一些 當時最新的遊戲像三國之三代 那自己把它破解完之後 拿到學校去兜售盜版的遊戲 所以讓我有一些資金可以繼續玩下去 OK後來我上了大學之後 OK這個畫面的解析度也很好 這是當年台大的野靈風情的精湛的首頁 那我非常的驚訝 就是原來有網絡這樣的東西 原本我是在屏東鄉下長大的 那上網都得用那個1200的磨電 速度非常慢而且是要增加 但有網絡我發現這個 他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未來的潛力是非常的 就是超出大家的想像的 那我一開始就是加入一些像IRC 就是你知道海客 直到今天大家都還是用IRC 那還有像台大官方的BBS 那清華 交大 中山西灣維蜂 那我當時在成大的Hacker版 擔任版主 那我們當時的研究的主題是 怎麼樣解有密碼加密的ZIP檔 那不外乎就是用一些Blue Force的方法 就是硬拆就對了 就是自己身為一個User用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開始發現說 其實BBS還有一些improved的空間 那當時其實有一些open source的專案 好像是 清華大學的風橋驛站 他們released一個版本叫M3 所以呢我當時是1994年吧 就開始加入了 哇 二十年了 就是加入了這個 開放原始碼的這個contributor的行列 所以我自己搞了一個BBS叫做 陽光沙灘 這個可能大家已經沒有聽過了 因為這不是當時的畫面 因為我已經找不到當時的畫面 這是後來有陽光沙灘的忠實使用者 在我們陽光沙灘已經跟PTT merge之後 他又再開了一個這樣的BBS 那因為是open source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我當時剛開始 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用freeBSD2.0吧 還是3點多 那非常 我把一台Pentium75超頻到120 然後我們四個室有把自己的所有的零用錢拿出來 我還花了一兩萬 買了64GB的RAM 不 MB 64 對不起 太習慣GB了 64MB的RAM 這樣子開始價比 對 所以一開始是非常刻難 非常刻苦的 而且 我們還要寫報告 我是說 上學嘛 那總要寫一些報告 但是 因為我們錢都已經砸在這台電腦上面 所以我必須在 UNIX上面 寫作業 然後做這些報告 所以當時很辛苦 那 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狀況 然後搞到最後我真的是很煩 就是搞不起來 所以就罵了一句 就是Sum of Beach 長音 所以就是 陽光沙灘就是這樣來的 真的 真的 那既然叫陽光沙灘 那上面 一開始原本水球這個機制是 在M3它只有 在使用者名單 你可以去留言給另外一個人 那這樣留言來留言去的結果 就會變成是 比方說你在做別的事情 你在看文章 就覺得 一個人留言來 如果你沒有辦法當時就回答的話 你就得再跳出來到使用者名單去回答 那這會非常的麻煩 我當時的一個想法就是 為什麼不能隨時隨地都 都回答的留言 就按個Ctrl R 那甚至於說我能不能回多個留言 就是我可以回顧留言的歷史 然後回到前兩個 前三個留言 那於是我就把它做出來了 之後因為想說 這個如果叫做就是留言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那既然在沙灘上面丟訊息 那就叫水球吧 所以水球就是這樣來的 那後來因為這是open source的專案 PTT也拿了我的原則可硬碟 那在2014 還在念書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杜一錦 成立了一個叫做台大BBS演習社 那這個社團到目前也還在maintain PTT的原始碼 就是包含PTT歷任的系統戰長 覺得說為什麼我不能夠就是不受管制的 然後自由的在網路上發言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搞自己的BBS 因為這樣學校也管不到我們 那沒想到包含水球 就變成是大家非常風行的一個功能 後來呢在PTT上面 它自己就發展出了一些很奇特的文化 像是推騎 大家知道像什麼陳佑啊 這種奇怪的東西 那再來在像是八卦版啊 正黑版啊 這上面的各種的這種爆料啊 有些媒體它是連連就是一字不改 連錯字一起就照抄然後打上字幕 就開始播報了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鼓舞的一件事情 就是網路它的確是可以改變這種 傳統的你有權力有資源的人 可以掌握資訊來源的管道的 這樣的一個就是網路的新媒體 OK 好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沒有 這邊很快帶過去啦 就是身為一個駭客嘛 總是要駭一些系統嘛 那我第一個駭的是陽光沙灘 陽光沙灘就是我自己的BBS 因為我寫的一個功能就是你可以在文章裡面顯示 就是閱讀者它的ID 然後那個方式叫做 那如果你去看原司碼就會發現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把它修好 基本上原本的那一段程式碼是沒有檢查 就是buffer overflow這個漏洞的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漏洞取得系統的 root 現在應該沒有用了吧 那第二個是台大的選客系統 當年他們是直接用我們的 就是學生的工作站的帳號 然後在 點profile還是點cshrc裡面 然後直接加一行 就是執行它的選客系統 這個這樣的implement方式 所以你只要在 就是當時還是Telnet 不是SSH 就是SSH 你只要Telnet進去之後 不斷的Ctrl C 你就可以有一段 有一個機率可以跳出 就是你要終止這個script嗎 然後按yes 按share就出來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 do whatever you want 所以有一些很熱門的課程 就是在即使大家都搶光了之後 還是可以把自己掛進去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我相信現在各大專院校的選客系統 應該它的安全機制都好不到哪裡去 另外女性主義戰這個事情可以講很久 所以今天有興趣的私底下問我 再來跟各位介紹這一位是 大家也可能不覺得她是一個很典型的hacker 但是基本上她已經不只是hacker 她是一個神 人稱MS的Richard Matthew Stillman 我們都叫Richard 那她的 當然有可能在最有些人不曉得她是誰 所以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她是一個猶太人 那她在大家都還沒有出生 也差不多我才剛出生的那個年代 她就已經是公認的hacker 那她是unix的年代 所以她做了很多的bonding 包括像emax emax 那是一個unix上面的編輯器呢 我也不會用 因為超級難用的 但如果你會用的話她非常的強大 所以她很早就已經在這個產業 因為她現在已經60歲了 60幾歲 所以前面那一段 基本上我也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google 但現在比較廣為人知 欸 怎麼黑掉了 喔 我按錯牛 對不起 好 大家比較廣為人知 就是她現在是FSF.org 就是自由軟體基金會的主席 她是創立者 那也是自由軟體運動的推行者 那什麼是自由軟體運動呢 首先要先理解什麼是軟體 其實軟體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軟體 可能大家不曉得 你知道在一個國家社會 如果它是一個法治國家的話 那這個國家它運行的規則 就是法治嘛 那法律的英文叫什麼 法條的英文叫什麼 法條 code 大家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法條就是code 程式碼就是code 所以你在一個系統裡面 運行的規則 它就是法律 所以軟體其實 它 廣義的軟體其實 比大家想像要 涵蓋範圍要大得多 所以 假設你今天用的手機 裡面的軟體 通通通通都會把你的一舉一動 回報給母公司 我沒有說這是哪一間公司 那請問你還有所謂的自由可言嗎 如果它所有的規則都是由軟體制定者來定義的 那其實我們都是被控制的 那其實我們都是被控制的 其實跟 跟海客人物裡面那種 雖然它那種 具體化的程度比較誇張一點 但其實我們 你們以為我們是自己 真的是自由的嗎 這是 Richard Stoneman提出來的一個很 很創 很超越時代的一個理念 當時還在19 198幾年 這還是一個 民風未開的時代 所以如果沒有自由的 所以變得free 並不是免費的意思 而是自由 那怎麼樣叫做自由呢 其實開源是一個方式 因為你看得到原始嘛 而且任何人都可以contribute 你都可以去提出你自己的想法 那它就是一種自由的體現 但當然你要有自由的軟體 還有的前提是 軟體是在硬體上運行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BIOS本身不是 不是乾淨的 如果BIOS會做一些事情 那其實你在上面的OS 你也不可能太自由 上面的軟體也不可能太自由 所以 現在的Stoneman 像上次去年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還特別找了USB廠商 要說服他們說 你能不能提供自由的硬體 當然這個做法是 他必須公開他的 他的Firmware 甚至如果裡面有一些 用到的一些chip 或者是 他必須服務某一些標準 所以 這是一層一層這樣上來的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台電腦就是 Stoneman他個人所使用的 那它是一台中國製的 名不見經傳的品牌 那他的特色是 他的BIOS到OS到上面所有的軟體 全部都是符合 所謂的自由軟體這個標準的 那要達到這個標準呢 當然 他需要透過一些方法 那 因為 Stoneman他的 大家應該都聽過Gnu嘛 就是這隻牛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是 GNU他的發音應該是牛 他是 從 你知道 上海時代從中國 傳到非洲的東岸 那這是非洲東岸的一種牛 我相信 GNU他應該唸牛 但是 不過 因為Stoneman他唸Gnu 所以我們就跟著唸Gnu 那Gnu他是 Gnu Gnu EPS Gnu's not Linux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問我G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 從Gnu發展出來的 所謂的GPL Gnu Public License 這是一個公開的license 那 講白一點 他是病毒 他是用病毒的原理 就是 你今天如果用Gnu的license的軟體 那 你愛怎麼改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夠改掉的就是GPL 這一個 這個 他的 這個 這個license 那目的就是說 確保了說 任何不能把一個GPL 這個free software的軟體 變成是他的proprietary的資產 變成他自己的私有的軟體 那所以現在其實 小米現在正在被告 因為小米他拿Android去改 但他到現在還沒有把原始碼給公開 因為你知道中國政府一定會要求這個東西 我就說 要求小米做一些他不喜歡的事情 所以其實 接下來 所謂Anti-Servileans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他坐在我的車上的時候 他會到處看 然後 在那個高架橋上面 他看到上面有一個架子上面有一個 看起來像攝影機還是sensor的東西 他就問我說那是什麼 那我想說可能是某一種sensor吧 那他就跟我說 所以其實我們是活在一個被 隨時被監視 被監控的一個世界 那 這跟所謂的自由軟體的精神是完全相抵觸的 所以他個人非常非常的 反對任何需要使用ID的行為 比方說 住飯店 你住飯店你一定要出示你的身份證明 那像這種事情對他來說 是他打死了或不願意去做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 他每次來台灣 他是盡可能會希望能夠住在 就是一般人的家裡 或者說什麼學校的 教室會館之類 但教室會館還是要出示身份證明 所以他唯一沒有辦法逃掉的就是 坐飛機 那坐飛機的話 一定得出示他的護照 所以這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 其實他甚至連 他連手機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申請手機 就是需要出示你的身份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 身為一個這樣一個運動推動者 他必須展示 就是說 OK 我可以反對任何這種 這種 就是需要我出示身份 然後侵害我人權的行為 我還是可以活得下去 只是說我需要靠朋友 就是常常跟我借手機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 身為一個運動推動者 他必須做出來的犧牲 OK 那 剛剛講到Servilian 就是說 有一次我在跟 就是 就是 這是 宅本橋 前 Google的 它的 Google的Power的系統架構 是它 重新設計過的 那它也是現在的 算是台灣的 網路宅神吧 我有一次在跟他聊這個 就是 你今天不管用Facebook 那你就是用 美國的系統 然後被美國的政府監控 你用Line 那是用韓國、日本的系統 被他們的政府監控 你用WeChat 就是被中國的系統 給監控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 就是 自由的 就是我不想被任何人監控 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聊到這個時候 在本橋很快的 完全不假思索 立刻給我一個idea 就是 你可以把一份訊息 把它用某種方式去encrypt 然後變成三份 你可能有一個是 加密私藥 另外兩份是 whatever 怎樣的方式運算 總之 必須拿到這三份訊息 才能夠decrypt 然後你把這三份訊息 那是 Stormann 值得 實現 實現 free software 精神的方式 而事實上也是 廣為大家能夠理解的一個方式 而且接受的方式 但是 Stormann 他認為說 當你在說 open source這兩字的時候 你其實 並沒有強調freedom的重要性 那 那就是他個人跟 包含像 Linus Tora之間的 個人恩怨 所以 這我們可以 就 就 當個觀眾就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今天想 除了就是 大家是 剛剛講的是他 身為一個運動的推重者 這樣的一個 偉大人物的 的 的背景 但其實 怎麼樣成就這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呢 其實 你從私底下 他的生活上 你可以觀察到一些東西 首先 他是一個美食家 他不管在哪裡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他都會把那個 他很仔細的 盯著那一盤菜 然後試著 做reverse engineering 看出裡面有哪一些的食材 他用什麼方式煮出來的 他會跟我討論這樣 而且 他會想嘗試各種不同的 的美食 各地 甚至於他 他來台灣的時候 曾經開口要求說 你能不能帶我去吃蜂蛹 我說那什麼東西 我都沒吃過 事實上 最後我們還是沒有去吃 因為食杰不對 那除了之外 他也很喜歡 各國的不同的文化 你知道他會 他會羅馬拼音 他會威陀馬式拼音 那他還有一些印尼文 他非常喜歡台灣的原住民文化 因為台灣原住民文化是南島文化的發源 我帶他去那個 在那個 故宮博物院寫對面的順義原住民博物館 他在那邊只能待了三個小時 那其中有 大概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是把各族的音樂都仔細的聽了 聽完一次之後呢 他跟我講說他要買 布農巴音跟阿美族的音樂 這兩張CD 而且買完之後立刻 就是拿給我說那你趕快轉成MP3 不只是這樣 他還拿了一顆硬碟給我 裡面滿滿大概40G的MP3 那除此之外他還 我剛剛說像拼音這件事情 他上次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有一天在清華演講 然後演講完之後他問我說 為什麼清華的拼法叫做THU 在座有清華的人嗎 有嗎 清大的 沒有 什麼 清大什麼的 就是TH 你用任何拼法 你都拼不出TH 就是清華 他也不是威脱馬 然後我也曾經 我剛討論過程 我也曾經懷疑是台灣原住民語 但不是啊 因為清華大學是從北京來的 那我幫他查 真正查了一幾禮拜 我終於找到 應該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它是來自於 因為清華大學是 就是滿清政府戰敗的時候 賠了一筆款給美國政府 然後美國政府要拿來洗中國人 什麼叫洗中國人 就是把你中國最優秀的人才通通洗到美國去 這件事情從當年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清華大學畢業的人一堆都在美國工作 就是美國拿那筆錢來成立的是清華大學 那這個名字是源自於當時的那塊地的 原來的那個原子叫做清華圓 那清華圓在1918多少年 還是滿清時代就已經是一個全球知名的一個原則 那當時的拼音系統呢 既不是漢語拼音 也不是羅馬拼音 也不是什麼威陀馬拼音 它叫做郵政拼音 它可以為這件事情 跟我在email上面往返 然後討論整個一個禮拜 所以你就了解說 像這樣的一個 他之所以能夠成為這樣的一個人物 的原因是因為他對任何事情都追根究底 要去找出他的真正的原因跟真相 這是我跟Richard Stoneman相處所得到的一些心得 好 時間不多 再來很快跟各位 這位非典型的駭客 他是我們現在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那他其實跟電腦其實一點關係 他其實是一個人體工程師 他是人體駭客 他害什麼 害心臟 他把心臟切開之後換成葉克膜 然後沒有心臟的人可以活死幾天 那其實他除了就是大廣為人知 他是一個就是醫生之外 其實他其實他並不是一個政治的新手 因為他從三十幾歲就當上台大外科部主任 而且到了五十幾歲 還沒有人能夠撼動他的位置 他把所有的單據全部都劇細靡的留下來 你說這個人是不是腦筋有問題 就是很多人在網路上說你不要造神啊 不要說他們好像他有多厲害 你知道柯文哲團隊都怎麼回嗎 我不是神 我是神經病 因為神經病才會做這種事情 而且柯文哲還是醫院認證的神經病 他說我是亞斯伯格斯 當年他還有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就是他因為被檢舉嘛 被彈劾嘛 就是那個當年跟他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的事件 他整個被被擊倒了 所以他決定說他要出來搞政治 因為你們這些人在上面亂搞 那我都已經做到這個程度還可以被弄 那其他人怎麼辦 所以他很誇張的是 大家曉得嗎 我們福茂不是簽了一堆黑箱的條約嗎 大家知道福茂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嗎 大家知道福茂有辦公聽會嗎 可能事後大家都知道 但之前可能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柯文哲他身為一個醫師 他竟然把福茂條文真的全部看過一遍 然後真的跑去參加公聽會 然後提出他自己的意見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一個駭客 但光是他一個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撼動這整座白色巨塔的 那不只是台大醫院的白色巨塔 是整個政治的利益的結構 緩緩相扣這樣的一個恐怖的白色巨塔 當時你知道去年的3月4月的時候 有誰相信今天台北市會變這個樣子 有誰相信他會當選 應該大家都覺得他出來選是看笑話的吧 但有三個人不怎麼覺得 那加我四個人 其實就是柯文哲的婉君 中間這位是我之前的partner 在Richie的時候 他是Richie的創辦人代季權 那之前他也曾經上了報紙 他是現在已經是行政院長 和馬英俊總統的網路的老師 當時他 當時他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還有代季權 還有右邊這位是Alan Alan Ong 翁浩正他是DevCore的創辦人 也是海客年會好幾屆的副主席 那順便幫DevCore宣傳一下 這家公司他的資安的檢驗 不是用任何的軟體去跑一跑出爆表的 他是人工 真的是去幫你看你的系統安全 所以基本上他們認證過 基本上是 你有聽過柯文哲的網站被害這種事情嗎 那當時我們三個人坐在那個 台灣雅虎的十四樓的餐廳 我們在聊一件事情 就是 我可不可以用 我們投票能不能 能不能是電子投票 而且是可以防止偽造的 那當時Alan Ong就提到一點就是 基本上裡面有很多加密演算法 這些東西大家早就知道 但他提出一個idea就是 提出一個idea就是 今天如果這個 我提供每一個人 你要投票前有兩個密碼 第一個是投票密碼 第二個是威脅密碼 就即使旁邊有人拿著槍 對著你的頭說你給我投他 但你只要輸入的是威脅密碼 這件事情他就可以被偵測到 那前提是那個密碼不能被得知這樣 那當然還有最右邊 最左邊這位是 現在大家也可能比較知道 就是Tony Q 王景宏 當時 柯文哲的團隊 就這幾個人而已 那個時候姚立民老師都還沒有加入 但基本上網站的部分 光 Tony Q 一個人就搞定了 那整個數位媒體行銷的部分 太體權你所看到的那些科P新政第幾號 都是他搞出來的 那當然 阿倫他不需要負責什麼事情 他只要 因為事實上 柯文哲的網站 後來放在Github上面 所以有種你就去HackGithub 所以其實因為他是 我說柯文哲他是一個 本身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就是他自己是一個駭客 然後他非常的 對自己的專業非常有信心 但是他不在他的專業範圍內的東西 他完全授權給 就是 就是讓專業的人來 所以 這些人其實是不請自來的 當時 在整個柯文哲的團隊從沒有人 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柯文哲如果當選就完蛋 因為他的團隊一個人都沒有 我就回答說 那很好啊 那就表示 我們該出來做事情了 你不會希望他選上之後 台北市政府就沒人做事 就停擺嘛 那既然你覺得你很行 那為什麼不跳出來做呢 OK 所以 唉唷 按錯了 好 所以我們到底在幹什麼呢 我們在 我們在害這個 這個真實的世界 好 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柯文哲從 當選之後第一件是已經把 忠孝系路給 那個 安全島給拆了 拆了之後他把所有的明細就是 上網公布 而且他用非常 大概少了三分之一的成本 就做到了 這件事情什麼意思呢 就是請問下一個台北市長 或任何一個政府官員 你還有油水可以撈嗎 他如果今天把接下來做的每一件事情 通通都公開 都樹立一個標準在那邊 那台北市長這個位置就回了 就是大家 以後你花多少錢幾億元選上 你根本一毛錢都撈不到 那還有誰還要 再還有就是借用鄉民的智慧 什麼意思呢 你們看到他 不斷地在拋議題出來 大概當選 一開始一個月 大概拋了二十個議題出來吧 那這並不表示 他真的對這二十個議題 通通都有他自己的定見 跟理想的做法 因為事實上很多問題 根本就不是有答案的 但是當這二十個議題 被大家所關注 大家開始討論 就有可能其中有十個議題 會有非常好的做法 那他只要把這十個議題 就是鄉民的做法拿來用 那就好了 那如果剩下十個 大家還在繼續吵 那就表示這個事情 還沒有好的做法 那我們就繼續吵吧 另外就是iVoting這個東西 這個曾經在公館商圈 大家已經試驗過 當然這只是一個開始 這個就是我跟 我跟Alan跟戴基權 我們在討論 如果 因為台北市其實是 全球華人的民主首都 他是 不然還有誰 如果今天台北市能夠 比方說我把所有公共議題 拿來上網 大家都來投票 那這投票沒有法律效應 但是它有參考的價值 比方說公館這次的投票 就發現當地的商家都希望 反正就是商家都贊成 但網路上大家都反對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結果 那這並不是要來 直接拿來做什麼決策 而是透過這樣一個機制 它可以達到溝通的目的 因為以往的問題就是 溝通的管道其實是非常不通常的 甚至是直接top down的這種灌輸 那你下面呢 下面反對的結果 你只能用那種街頭運動 然後整天坐在那邊 上面的人其實根本不會理會 我們要改變的就是這個現狀 很當然這條路還有非常遠的路要走 那其實我們真正想做到的 這或許不見得在我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們的下一代 甚至下下一代 從初生開始他們就是 有這樣的環境讓他可以參與公共事務 可以去培養他的公民 獨立思考的能力 那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做到無政府 所以接下來 讓大家想一下 因為時間不多 其實現在是一個網路的時代 那網路時代代代表什麼意思 請試著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先有網路 才有紙 先有網路 網路先被發明 才發明了紙 那請問法院會變什麼樣子 我還需要那麼一堆卷宗在那邊嗎 然後整天那邊咬文訣字嗎 如果先有網路才有紙 那書店應該變什麼樣子 紙它就只是文字的載體嗎 還是說我應該那本書翻開來 我就覺得 喔 這是魔界 我好像進入了中古四季 它不應該只是一個 就是上面印東西的一個媒介而已 如果現在網路才有紙 我還需要 那音樂產業會變什麼樣子 我還需要那個塑膠盤 去記錄 記錄單純就是那些數位訊號 OK 有一個朋友曾經跟我講說 音樂產業在 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 他說音樂產業從 一百五十億就是台灣這邊 在短短的五年之內 掉到剩下五億 一百五十一到五億就是 那不是打折而已 那就是剩下百分之三 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說因為網路造成 音樂產業的價值變得那麼少 那到底網路的產值 什麼時候才能夠 recover 這些被失去的產值 意思就是說有這麼多家庭 因為音樂產業的產值的decay 所以它必須 就是產生物素 那當時他這樣跟我講 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網路不是產業啊 網路是路耶 就跟馬路一樣它是路耶 網路上面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你有聽過馬路產業嗎 你說運輸業 並不是只有運輸業需要用到網路 對不起 不是只有運輸業需要用到馬路 什麼產業都需要用到馬路 所以在還沒有網路之前 整個產業鏈這個value chain 它是因為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技術只能夠做到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被優化成這個樣子 但有了網路之後 所有的產業都應該被重新定義 所有的價值鏈都應該被重新定義 所以呢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駭客是一種生活態度 一種生活態度 一種生活態度 一種凡事追根究底的精神 所以我相信在各位今天能夠坐在這邊 那代表你們都會想要了解 駭客是怎麼一回事 你們都具有這樣的一個追根究底的精神 你們通通都是駭客 所以我想用AppWorks創辦人 林之誠的一個常用的話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世界 有太多太多的東西 是美好 但也有很多是不好的 那讓我們一起來 Hack Everything 我們一起來改變這個世界 好 今天的演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